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下午6時的時候 熱帶風暴圓規位於天文台的西北 偏北體系35公里左右 一號波也有很多事情想 然後三號波、八號波 你猜那些風很清楚 我這次是衣服 下次是拍什麼沒有 見慣風雨 漢透風雲變色 不一定是打風 打風只是我們壓力的眾多來源之一 有很多事情發生 學會見招拆招 天文台服務35年 林超英一直堅持 要以人為本的宗旨 我們天文台做事 以科學為基礎 以服務為目的 以人民的生命為第一考慮 黑仔天文台台獎 林超英簡稱叫黑英 小時候 林超英已經是校內的高材生 年紀輕輕 已經對天文有興趣 小學六年級 我們當時有些叫自然科 有一堂我很記得 我直到現在很記得 就是講太陽系 就講太陽 有些九大行星 我覺得很過癮 有種感應到很大的空間的感覺 讀中二的時候 科外活動參加了同軍 當時林超英為了超越學獎 刻意考取較難的觀星章 初次接觸到天文知識 我發覺沒有人考觀星章 於是我就下定決心 考過觀星章 其實我當時甚麼星都不懂 買本書 然後走到維多利亞公園 夜晚一刻看星 考章時 其實是天文台的夥記考我 那個考官考我之後 我問她我要來天文台做甚麼呢 她說 小孩讀書 中學畢業可以來做科學助理 不過再讀多些書 大學畢業可以來做科學主任 按老就一直想入天文台 考取觀星章後 令她下定決心 立志要加入天文台 科語的時候 鑽研天文書籍 開始懂得經緯道之後 天文台打風 八號風球 有一個廣播 就會說 以下是香港天文台 發出的風暴消息 那把聲音就是這樣 接著她說經緯道 我會自己畫一些經緯道 就是一路錄著那些位 我用小學間 只剩下譜圖就畫 那時候就 我 方一、方二、方三 都已經開始自己猜 颱風走到哪兒了 就會想想 我又在家裡扯波 我 當年林超英考上大學 主修數學和物理 愛抱不平的她 早在大學的時候 已經積極參與學生活動 也是當時理學院學生會主席 成為第一代民選教務委員會的學生代表 爭取學生的權益和教育改革 我們應該入大學學什麼叫道德 什麼叫做對 什麼叫做不對 用一種 當然是非暴力 但是 用他們的辦法 去表達給社會知 因為大學學生幾乎可以說 是一個社會良知的根據地 所以我認為大學生出來活動 表示對社會各個方面的關注 是很應該的 畢業後在1974年 加入天文台出任科學主任 其實 進來做天文台做科學主任 個個都要打個木人行 就是去天氣漁報中心出漁測 不管你多厲害都好 你做幾個星期就知道天比你厲害 實錯的 走不掉不走 預測出了是無法改 你跟著天氣這樣走就這樣走 也鍛鍊自己 雖然是有責任 有壓力 但是也要看得開 將自己抽離少少 要不然幾歲才是熬到退休 因為我那時候入職才是二十多歲 港英時期 天文台發布的天氣漁報 都是以英文為先 然後再翻譯成中文 市民要較遲才收到中文訊息 但是林超英認為 天文台的工作應該是以方便市民為先 必須爭取改革 講道理他們當然不夠我說 如果以服務為本 但是那個時候是英國政府管治香港 不過這個是時代的問題 所以我也沒有所謂憤怒 怨憤 總之記住這件事 不過在二十年後 在一九九六年 就是我自己執行 寫中文先 譯成英文 我也挺好耐性 我等了二十年 一九九二年 林超英晉升為助理台長 二零零三年 他出任天文台台長 多年來他一直堅持原則 任何決定必須以人為本 我在天文台後期 我經常都說三句話 我們在天文台做事 就是以科學為基礎 以服務為目的 以人民的生命為第一考慮 實際上就是這樣 沒有科學 我們沒有立足之地 不提供服務 那個機構沒有存在的意義 但最重要的是人命 一定要尊重人 市民和自己 香港每年的夏季 都會有多個颱風到訪 每一次打風 天文台預報中心的工作人員 都會日以繼夜 留意颱風的最新情況 一號波也有很多事情想 然後三號波 八號波 三號與八號之間 你那些風真的很清楚 告訴你 我這次是三、下次是八 什麼沒有 很多時候是在臨界位置 就是三、二、八之間 你總要做個取捨 你不可以告訴外面 台長想不到三、八 台長不管內心運氣 有多少事情在那裡翻騰 都盡可能要帶到微笑 等伙計有個舒適安寧的環境 去做他們的專業工作 所以台長除了要懂得氣象專業之外 還要懂得演戲 這裏就是台長宿舍 我們傳統上叫做一號屋 就是二號屋三號屋 就是在後面那些 一到三、八之間那些時候 一天三個小時就看一次那些事情 所以台長要身體好 還有能夠每三個小時 睡十幾分鐘就可以頂幾天 這樣才做得台長 令林超英最深刻的一個台風 就是2006年的派比安 吹襲本港的時候狂風暴雨 天文台只是發出三號強風訊號 林超英和天文台備受公眾評級 那個決定是唯一的決定 是林超英也好是陳超英也好 那個決定都是這樣的 我退休之後 好善亡的 不過這樣整天提醒 我有個2006年有個派比安 那次我扯三號球 就沒有扯八號球 就很多人都很高興 因為個人就剛剛這麼巧 就是上班那段時間就很大風 下班那段時間也很大風 其實其他時間就不大風 但是事實上在啟德從來都未超過標 所以我就叫做黑仔天文台台長 林超英簡稱叫黑英就是這樣 那次是第一次互聯網在香港發揮威力 殺傷一個政府部門 大家都說很大風 為什麼不扯八號球 然後那些報紙就打天文台 暖龍 甚至大字標題 天文台長林超英 下台 我想就是我開創了 處長級人員被人叫下台的先河 第二年他主動提出 檢討熱帶氣旋警告系統 聽取公眾的意見 檢討和修訂 發出熱帶氣旋警告的準則 不再單參考維港綠德的風力 參考範圍由維港擴展至八角 涵蓋全港的測風站 清晨幾次就是午夜之後 一兩三四點 所以解釋了 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提出 清晨的機會不大 清晨之後就是黎明和上午 不過2008年台風英武集港 清晨一次又再惹起爭議 作為天文台的話事人 除了打風下雨 要決定掛多少號風球 面對傳媒的批評 林超英會走到傳媒前 替同事解為拆招 不一定是打風的 打風只是我們壓力的眾多來源之一 有很多事情發生 學會見招拆招 後來我跟火藝說 見招食招 把那些打麻力的力化成自己的力 打出去 講得好聽就叫做 把壓力變成推動力 此之為見招食招 食招有能量 這位非一般的台長 退一後腳步並未停下來 繼續活躍於公開活動 關心社會大小事 下次回來再了解林超英 今天早上全港最低氣溫 今天早上全港最低氣溫 我也不太會做 今天香港早上最低氣溫 大概是16度、17度 甚至這邊的18度 不知道為何長洲下面只有15度 這樣說很差 如果不小心穿了藍色的衣服 就是這樣 我跟大家說今天天氣如何 那看穿了 原來看穿了我 好笑 所以做這個節目的人 衣服不可以是藍色的 林超英任內 經常打破傳統 搞搞生意 除了將部分資料 放上天文台網頁 公開給市民參考 在天文台設立直播室 由科學主任報天氣 由設立台長網誌 加強同市民的互動 最令林超英自豪的 是分別在1999年和2000年 開始發布的寒冷天氣警告 和酷熱天氣警告 特別照顧露宿社和獨居長社 我在想 沒有理由 一個這麼繁榮的社會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在這樣的溫度裡 會沒有命 我能夠做什麼呢 我在天文台做 最厲害出警告 所以我最初做發明 就出一些特別寒冷天氣的通報 不叫做什麼特別通報 我索性叫做寒冷天氣警告 這個世界很奇怪 一叫做天氣警告 突然間社會就有反應 是警告 於是被寒中心 那些社區中心 晚上就會開 現在每逢有寒冷天氣警告 和酷熱天氣警告 一些社企和慈善團體 都會主動關心長者和露宿者 我想我也減少了一些傷亡 所以這兩個警告 在成立的時候 我的同事說是多餘的 但是十多年後 回顧看回 我們亂打亂撞 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就是由一個硬的警告 變成一個溫情 全社會的溫情的反應 真的幫助處境比較艱困 2009年 林秀英獲番銀紙巾聲張 表揚她在天文台 為市民服務多年 又帶領天文台 積極參與 國際欺詳組織的工作 但如果我覺得 我最大的貢獻 尤其是最後那十年八載 我是盡量在天文台裡面 加入一個熱的感覺 我很強調 我看那些伙計是人 不是數目字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很重視外面那些是人 我不把天文台 純粹看成一個科學部門 就好像科學怪人一樣 只是機器一樣 我們是一個人組成的機構 也都面對著一個由人組成的社會 即是我們在不斷感應外面發生甚麼事 感應外面有甚麼需要 然後配合現在陸續出現的科技 就將這個科技導入我們的工作 我任來做台長這段時間 沒有一個高官 沒有一個商會 即是沒有一些所謂權貴 給電話給我 影響我怎樣發警報 擔任台長六年 2009年 年屆六十歲的林超英 退下多年的戰線 由李本營接任台長 臨別的時候 還親自在線上提示 贈送給天文台的同事 我沒有不捨得 因為我入職第一天 我已經知道我有退休的一天 我勉強說留下的 我是一人派出兩把線 上面有首詩 天心無盡奧難明 文理交融至滿城 這兩句是說我天怎麼猜不到 文理交融即是我們不只講科學 要講人文 即是文章的文合 第三句是台務更運 渠逆樂 即又辛苦不過又快樂 第三句就是 忘記了 第四句忘記了 不過是人自開始 天文台人在上面 提醒他們繼續工作 林超英表面上是退休 但腳步並未停下來 環遊大世界之餘 還是演講和環保活動的常客 生活多姿多彩 她在個人網誌 發表的環保和人生觀文章 經常人氣爆棚 一天 林超英就和太太 一起出席 武校的週年音樂會 以校友的身份 支持學弟的表演 從與相識多年的舊朋友 原來年輕時代的林超英 撲動緩躍 他不理會我 他是個乖子 我們去A班 我們去B班 我跑跑跳跳 露營就是學煮飯 我們有時候不懂煮飯 煮到一半沙一半飯 不過很高興 很好玩 我們做童軍 我試過在海邊摘營 誰知道晚上水漲 要拆營走人 這個同學 當時是天文學會 我又要幫忙 我亦都教他數理化 當然現在都聰明了我 我女教我 我是數學的 我們讀女科的人 一定是要辯論真理的 有的有的 因為當時我們 畢竟年紀不太遠 比較多機會 大家討論一些事情 尤其當時 我初初出來教書 都有點熱誠 又學一些新的教育法 不過這個學生 真是達者為師 就是這個說話 不過在近期 英王書院減班事件中 一向不評論時事的 林超英 賀黎開漢 狠批教育局局長 孫明陽 並公開要求局長下台 怎會香港去到這個地步 有主要官員 說話和事實不同 然後整個過程中 有法不依 怎麼知道 以後怎樣下去 局長是這樣 所有的官員 一層一層下去 是腐爛的開始 所以我是很緊張 不是林超英突然間 很偉不喜歡哪個人去搞他 不是 他是第二個聲明 第二個人 我們都要提出來說 現在的人很容易拿著香港的情況 和外國任何地方的情況比較 比較完之後 就會見到高低 於是在政府工作的人 必須接受客觀事實 就是民間監察政府的能力比以前高很多 現在我們再不能有什麼叫秘密 因為網上拿信息的渠道這麼多 英文叫empowerment 即是給了能量那個市民 所以世界不同 再不可以埋怨外面的人 只懂得批評 過往不少例子 高官離開政府後 選擇從政 愛抱打不平的林超英 又會不會踏上這條路呢 我真是不想搞事 怎會想的 笨的 很笨的 絕對不從政 林超英從政的機會是零 我一定不會從政 沒辛苦過嗎 我真是想退休的 而且我希望 將來不會再有任何事情 好像現在這樣 要我走出來說話 該退休人線 應該找些開心的事做一下 走一下山 捉一下棋 看看掌喝茶 看看哪裏的茶餐廳最值得吃 我也想過一種生活 但是 我在過去那幾十年 得到香港的恩惠 所以我一定要做些事給香港 三萬幾個在我們身體裏面 微細到肉眼都看不到的基因 背後隱藏著人類遺傳病的病因 全世界有很多科學家 窮進一生的精力 都是希望可以破解基因謎團 徐立茲用了七年時間 大海撈針 在基因的大海裏面 確認了狼狀纖維症的病原 他曾經是問鼎諾貝爾獎的熱門引選 但是2002年 徐立茲放低研究工作 由加拿大回香港 擔任香港大學的校長 帶領港大邁向百周年 香港百日 將會帶大家了解這個全奇科學家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